猝不及防,华为又传来大消息。刚才,突如其来,毫无预告,宣传,预热,华为就开启了Mate60 Pro的预售。没错,你没看错。本来计划在9月12日与苹果新机同台竞争的华为Mate60 Pro,今天突然出现在广大的花粉们面前。 接着,我的微信就爆炸了,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是怎么回事。真的太刺激了,我们正在见证历史。很多人都在问我,华为的手机不是说9月12日才上市吗?怎么这次急匆匆地提前15天就出现了?说实话,我也不知道。 但是很多网友都在说,这是因为华为Mate60 Pro的突破实在太多,太厉害了,厉害到无法再按捺住,想要提前展现给今天来访的美国,展示一下我们自主产业链的实力。 那么问题来了,这次的华为Mate60 Pro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?让这么多花粉们激动不已,引得无数网友纷纷表示敬意。 首先,让我们欢呼一下,华为的麒麟芯片奇迹般的复活了。没错,这是真的。经过多方可靠消息源的比对确认,这次复活的基本可以确定是华为海思的麒麟9000S芯片,而不是高通芯片。 据网上的消息,这款麒麟芯片采用了华为自研的泰山架构,7纳米的自主产权制成技术,其性能位列骁龙8帧1和骁龙888之间,但功耗却低于888。 简而言之,这款华为海思麒麟芯片虽然是7纳米制成,但其性能却接近5纳米芯片的水准。 真是令人惊喜的奇迹。毕竟,目前台积电已经不再为华为代工,而且美国还没有放松对华为的出口禁令,那么华为海思的自研芯片是从哪里生产出来的呢? 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?业界普遍认为,华为很可能是与国内的芯片行业合作伙伴联合实现了5G基带芯片和麒麟芯片的研发。 另外,也有可能是,华为在Mate60系列中采用了一种3D堆叠技术,将两块性能不那么先进的芯片组合在一起,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,达到了较为先进的性能水平。 不论采取了哪种方式,华为终究是取得了成功。 自从四年前,美国对麒麟实施制裁导致停产,再到使用中芯国际的14纳米制程,复产麒麟710A,再到现在的麒麟9000S,华为海思芯片已经完成了它最艰难的长征,做好了反击的准备。 这段话完美诠释了华为在这场战斗中的心情和决心。 二,胜过4G目前,关于华为Mate60 Pro到底是4G还是5G的问题,众说纷纭,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。 但可以确定的是,华为Mate60 Pro的速度,已经轻松击败了所有4G手机,甚至超过了大多数5G手机的下载速度。 不信的话,看看这两张网友真机实测的照片吧。 有的实测显示,华为Mate60的网速高达856.09MPB,另一组实测数据是521.66MPB,虽然比前者低一些,但也远远超过了4G手机的速度。 所以,到这一步,讨论华为Mate60 Pro是4G还是5G其实已经没有太大意义。 因为无论如何,4G等于5G的境界已经实现,至于是怎么做到的,我们只能等待更多的细节揭露了。 三,突破天际,关键时刻能保命华为Mate60 Pro支持北斗三号系统,可以实现传说中的卫星通话,这在关键时刻可是能救命的。 想象一下,华为Mate60 Pro的卫星通信功能,能够突破地面基站的限制,不受自然灾害影响,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实现网络通讯。 这意味着,即使你身处高山、沙漠、深谷这些没有网络的地方,华为Mate60 Pro也能通过北斗卫星系统,实现紧急通讯,及时通知救援力量。 让人欣喜的是,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都能保持联络。 无论别人怎么看,我只想说,华为真的很厉害。 积极进攻是最好的防御。 华为真的是中国最出色的科技企业。 不久前,花粉们可能看到了任正非发布的一篇内部文章,强调华为必须要坚持下去。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。 这种紧迫感传达给了每一个人,我们都为华为的未来紧张不安,但今天,当我们看到华为Mate60 Pro的先进技术时,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了。 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,华为成功地抵抗了压力,突破了封锁,制造出了准二流旗舰性能的5G手机。 这款手机从硬件到系统,都是完全自主可控的,并且在功能上也取得了重大的创新和突破。 事实证明,华为仍然拥有大量的技术储备,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出色。 我们相信,华为终将度过美国的封锁,实现自立自强,坚定不移的生存下去。 确实是这样。 实际上,我们看到的华为的强大实力,只是其冰山一角。 有人曾经说过,华为名义上是一家公司,但实际上它的实力相当于美国的40到50家公司,强大的令人难以置信。 华为的技术储备和杀手锏其实有很多,但大部分都像华为的海思芯片一样,一直藏在抽屉里。 为什么要这样做? 归根结底,这是华为的危机意识。 为了维持世界技术的平衡,华为隐藏了很多自己的技术产品,给行业同人留有一些空间,同时也为自己在未来的危机中留有更大的回旋余地,正所谓角图三窟。 看吧,华为的白宝箱已经打开了,藏了很多年的法宝正在逐步释放出来。 例如,华为最近推出的人工智能计算平台Atlas900,其算力相当于50万台计算机,堪称全球算力之电。 再如,华为的先进热技术实验室致力于研究各类物品的散热问题。 又如,华为的产品线中有一款名为光学Wi-Fi的有趣产品。 看似普通的灯泡实则是一个Wi-Fi设备,它使用LED灯光传输信号,只要灯亮就能保持网络连接。 华为有诸多此类研究,甚至连服务器机房的设计都是自主完成的,这确保了华为云服务的稳定性。 在某些方面,虽然华为目前展示的只是初级阶段的技术,但我们应看到其中蕴藏的潜力,看到一家勇于突破限制追求创新的企业。 没错,当美国施压使台积电停止为华为代工,华为的尖端芯片面临断供危机时,我们看到了华为的反击,多方面发展,但不盲目跟风。 坚定投资研发,全球研发投入排名第二,鸿蒙系统,稳定运行,加速芯片研究,全力打破技术瓶颈,是的,尽管芯片短缺,尽管市场份额从第一跌至第六,仅剩4%, 但整个公司上下,没有一个人灰心丧气,没有一个人退缩。 华为不仅没有被吓倒,反而挺直了腰板,坚持生存,创新和进化。 真的令人惊讶,面对美国的压迫,华为不仅没有屈服,反而加倍努力发掘自身潜能,最终在一个看似没有出路的地方,凭借坚定的决心,开辟了一条新路,成功度过了危机。 华为海思的负责人,曾在朋友圈分享过这样一段话,这正显示了中国急需那些坚定不移,勇往直前的领袖。 让那些疯狂打压你的人感到恐惧吧,让那些曾经小看你的人感到恐惧吧,没有天生的英雄,只有勇敢站出来的普通人,那些不能摧毁你的,最终将使你变得更加强大。 华为加油,中国加油!